蘇達律主唱清風輕柔的上映 中心的風格 使他出道以來 就不斷陷入同志疑雲 今夜又被爆出新緋聞 而對象竟然還是一位美國男子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 緋聞對象是清風在2015年 透過朋友認識的 美國機目前定居在台灣的歐馬克 對方迷戀清風娇媚又陰柔的聲線 並向有人分享被迷得神魂顛倒的感受 曖昧因此傳出 清風到美國出遊時 馬克還親自奉陪當當地的導遊 照片可以看到 清風雖然勾著一名女性友人 但另外一邊肩膀 其實是依偎在馬克懷裡 馬克看上去是個有點年紀的中年男子 和清風之前的緋聞對象差很大 2011年 清風曾爆出和一名男子的曖昧簡訊 該名男子叫大成 傳說身價約18.5億 年紀和清風相仿 那後來F新聞爆發後兩人鬧翻 並位則是女星劉雨柔的哥哥劉雨凱 兩人曾被先親密合照 又常在微博上曬互動 其也曾被猜測是疑對 其實清風在大學時期交過女友 對於這次的緋聞也澄清 外界的懷疑過於科幻 要大家當肥皂劇看看就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